这有的 本来他们说要么就是鞋老子就多 他不愿意 后来改善兄弟多 他觉得才江湖气 上诉今天无可置疑的提醒 我们需要赶紧给明天雷小波这个荡西让片子 我们希望呢 这个谭杜仁案件的二审的四成省各级法院 能够一改在中级法院的那样的一种 这个是法律和事实如无误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希望还中国司法一个清白 他这个发表一篇文章 接受了采访 献了一回血 怎么就构成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了 控方需要证明 谭杜仁的那个文章里面 哪句话是捏造的 哪句话是诽谤 哪些行为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 哪句话是 choosing 哪个人对于淪泰国家政策的dag耐国人 都 birthday 小萌萌,你过年给爸爸写些没有? 没有 没时间 不知道学什么 因为想写 但是又很想写点关于暗词的事情 但是写了,应该也受不到 你说我打游戏忙得很 小萌萌,你要是爸爸从监狱里出来了 你对他说的第一句话会是什么? 他这个想不到,想不到那去 应该 对,不要一直痛哭 嗯 应该就说 欢迎回来之类的吧 以前我就提过建议 我说我们把该扔的都给人家 小萌萌说不要扔不要扔 他扔了以后,爸回来都不像 他不认识了这家 没那就没意思了 所以说意思就是还要在垃圾堆里面过几年 要大约商合 那就是 回来 不要扔了 你上次讲的 那个故事是怎么讲的 那个盐的故事 就是三个公主 然后国王 国王问大公主 有多爱她 大公主就说像爱蜜糖一样爱她 然后国王又问二公主有多爱她 二公主就说像爱花朵一样爱她 然后问三公主 三公主就说像爱盐一样爱她 然后国王就很生气 觉得盐不是好的东西 就把三公主 逐出家门了 但是其实盐是很重要的东西 和风细雨的好世界 天地与人和 和烟远色的好感觉 人人很亲和 和气质香的好人家 日子天相和 然后大家 别提宜了 自己的如今 我 河歇中国 河歇中国 一个埋伏通行通得前程最了过 河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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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歇中国